你第一个要能够把 Django 环境网抢 这本书里面它不是用 Eclipse 也不会教你直接去挂在 Eclipse 里面 它是直接叫你什么 打指令的 所以它这个书里面从头到尾都是要自己打指令 我想说自己打指令 天哪 这个怎么自己 很像网伺服务就自己要网伺服务 然后你要Manager.py 还要自己打一些东西 所有东西都会下实力就对了 而且它的专案管理我觉得 我目前看到最好的工具 应该还是用 Eclipse 如果是不用费用的 如果要费用的好像也没什么工具 可以取代一下 Eclipse 这么好用的工具 而且你会发现 Eclipse 里面又有树状图 让你一目了然 相对的其实便利许多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学会什么 学会至少你要把这个专案建起来 然后我们的 App 也建起来 里面的话有个 View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动作都会从 Views 开始 然后再到哪里呢 到 UIL 有没有 UIL 里面的话 来修改一下我们需要的网址 它会再去找 Views 里面的那个 Function 最后的话再加上什么 加上网页 不过这个网页的部分 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比较多 因为旧的版本会自动 call 一份到 Admin 底下 这个版本 新的版本反而不会 所以这个可能是 算是 Django 的一个新的 bug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用最新的版本 像现在最新 2.1 嘛 可能我之前也许用 2.1 又好了 我不要用最新版 不然的话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它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默默的把它修正 所以你也许再过一段时间你再去 Download 也许这个问题也许就解决掉了 可是它也许会在它的网站下会说明 可是也许不会说明 那再来的话就是再加上一个图 所以刚刚的话大部分同学做图就比较顺理写写了 好像没有相对的遇到的问题比较小 最后的话我们要加一个 CSS 因为其实网页里面不外乎就这些东西 不外乎文字 不外乎就是像网页 然后图 最后的话就 CSS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一个 CSS 所以 CSS 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牵涉到 CSS 相关的怎么去建 所以我的习惯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美工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 有一个叫 Dreamweaver 的一个软体 它也可以去帮你产生 产生之后你够 call 过来用就好了 相对的你也不用再去记一堆 CSS 的语法 那我就是在这边已经建了一个 CSS 所以待会我看你们干脆 如果你可以自己写你就自己写 如果你不会自己写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直接自己先 call 一下 里面的话我就建两个 class 一个叫标题 一个叫名称 不过特别之后 因为我是取成那个繁体中文的名称 我不知道你们环境会不会有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你干脆改英文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充码就很麻烦 没问题这边有问题 OK 那我们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是它的档名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我放哪里 基本上还是放在那个 怎么呢 放 Static 底下的 CSS CSS 底下就把它放进来 如果你有很多个 CSS 的话 那我们就放在这个目 我做一次也各位看 一一请各位注意一下那个 Static 的这个目录 按右键的话 new 一个什么 new 一个 folder OK 然后他这边要叫做 CSS 然后 finish 一下 OK 这样就出来 不过刚刚好像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同学的 有几个同学这边会变 package 但有些又不会 这到底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OK 有些东西我就照我的步骤就是这样子 但为什么有些就会长得又不一样 这个 Static 你们如果答案的话就告诉我一下 因为真的我已经尽我所能的 把需要知道的都通通都把它做过了 而且有些东西 像我之前也曾经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就把它砍掉又重来 甚至砍掉重来 甚至超过十遍都有可能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花了很多时间 只是为了要上可能三个小时的课程 可能要准备三天也说不一定 只是要解决一个小问题 你想说这真的是不划算 不过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自己喜欢 有些部分你就喜欢写程式的人 对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反正我坐着我没事我就摸一下 如果暂时解不出来先放着 在一段时间再想想看 哪怕是有时候走在路上 还在想说 到底刚刚那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反正就是反复 就是一直把它在脑海里面先放着 有点像涵养的 让他不断在找问题找答案 然后终于有一天突然想到 原来这样就是可以把它解决问题 但是其实当然前提就是要你有兴趣 所以从事未来 如果你们要从事这个领域的行业 真的前提你要喜欢 否则的话像这种工作 真的应该会做不久吧 因为比较没有什么 有点像太理性的 都是纯粹是工具的用途比较多 而且我发现在台湾那个念 资讯工程 台湾叫资工 女生比较少 真的可能就是大概十分之一不到吧 而且可能十分之一下学期那个女生 同学她又转系了 没想到既然你们女生占的比例还蛮高的 OK 那你们 再来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CSS按右键 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File 那这个File的话 名称的话 我就是取像这个名称的 Style.css 然后把这个名称加上去之后的话 按Finish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CSS怎么样 我就直接 直接就一样按右键 把它OpenWiz 用TestEdit好了 不用预设的 然后 再来直接 因为这个CSS里面牵涉到 可能应该各位都学过了 你们有自己打吗 还是用工具 还是都有吗 那不管了 反正应该都知道CSS是什么吧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这个来用 OK 因为我们就不把焦点放在那个上面 也就是说我建了两个class 一个class是标题 一个class是这个名称 那我将来就套用这两个class 去用在哪个 其实用在我的标题 标题上面就这个 里面的话就是什么 微软正黑题 字的话36 颜色的话就是蓝色等等的 这个的话就是 绿色加蓝色什么颜色 反正就是这个颜色就对了 好 那被光咬了等等 这个我想自己再加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让 你的文字样式变得更漂亮 OK 没有问题吧 那把它 save 再来的话 我们就已经有一个CSS 因为Static其实已经在 Settings里面已经做好设定 所以不用改 OK 所以加进来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到刚刚那个HTML4里面 把它重新再open一下 那我要把那个CSS套用上去 所以我好像刚刚有已经套了 我如果把它删掉 就是这个 里面的话 我就直接在head里面 把它引用进来 引用什么 引用刚刚的这一个 在CSS里面的 Style.csss 其实引用的方法 跟刚刚引用那个图 档还蛮像的 OK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我的 这个其他的属性 也把它设定一下 并且 图也放进来了 另外的话 这边有class的名称 就这样的名称 class名称 我就把刚刚的名称套进来 标题就这一个 然后有很多个样式 就是不同的文字 我就给不同的样式 OK 应该没问题吧 套上去 然后 之后呢 直接我save之后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再把它run一下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我刚刚 有没有把它start 没有 就是现在还在run 所以我把它重新 重新整理一下 再把它start一下 如果有问题 就把它停掉 重新再run它一下 runs 然后重新再run一下 只要那个你 你刚刚改的档案 有存到档 然后应该 如果没问题 csa有找到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会看到 那个效果出现了 就不行 记得喔 你还要把你的template 重新再call一份到 那个admin的template ok 然后把它取代掉 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ok了 所以没有问题吧 重新整理 应该会顺利成功吧 ok 好 这样就有了 不过好像样子有点丑 不过没关系 重点不是在没丑 重点是看得到 至于你要改 自己请随意改吧 反正我只要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样子 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重点就是那个cs样式套上去就对了 ok 至于说你要让它变得更漂亮的话 也许你可以在专题里面让我看到你cs的功力 其实css也非常重要 但是似乎比较偏重在美工人员会对这方面会比较专场 因为真的要对美的感觉 一定要真的还是要有那种 或者配色上面 有的人就配的不好看 有的人就配的很漂亮 怎么配 随便配一下 这颜色就是舒服 有的人怎么做就觉得奇怪 怎么弄就不好看 所以css部分 就请各位利用云端上面的范本 或者是说你如果觉得那范本ok 你可以自己再找一个范本 套用一下 试一下